大家好,我是戴戴 今天要讲一个青春期男孩需要更多关爱的故事 男主角是一个平平凡凡的男生 长得一点都不起眼 在一个风和锐利的早上 正值青春期的男主角第一次梦遗了 这一幕被正在整理房间的男主角他妈看到了 男主角他妈专做若无其事 但是暗地里偷偷的告诉男主角他爸 晚上,男主角他爸来到男主角房间语无伦次 教育了男主角一些有关性教育的知识 时常的智慧是对身体健康有益的 但是智慧多了,对身体会有损害哦 而且会使个人性性减弱 很难交到女朋友 男主角听了这番金玉良言后 觉得很无辜,人家只是梦遗啦,哪有智慧 但还是被男主角他爸这番话影响了 第二天早上,男主角立刻想找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婷婷表白 正当男主角想要表白时 一个高肤帅前来搂着婷婷 原来婷婷已经有男朋友了 大家请注意 这场景就仿佛当你们在考虑要不要和你的女神告白 然后又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要告白时 女神却已经被别人给把了一样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周杰伦一首歌里的歌词 爱才松到你却已在别人怀抱 Oops,sorry,毛病又翻了 现在不是唱歌时间 来,我们继续听故事 然后男主角很失落地回到家 想和家人诉苦 可是家人都不理会他 第二天,男主角放学回家上厕所时 遇到一位美丽小姐 吓得男主角滑倒在地上,龟头也掉了出来 不是她的龟头哦,是真正的乌龟啦 这位小姐是新来的女主客 真的他妈的很不公平啊 要是有那么漂亮的女主客 我免费也租给她啦 很快的他们就成为了无手不弹的好朋友 一天晚上,女主客喝醉酒带了一个男人回来 这时被正在家里发呆的男主角看到了 男主角忍不住好奇便跟上去探个究竟 男主角听到女主客想要了 可是那个男人不想要便离开了 在朦朦胧胧胧当中 女主客只好选择男主角来代替 可是就当龟头跑出来时 男主角就仿佛领悟到了一些人生真谛 就把女主客推开了 然后男主角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 例如男主角在男主角他爸公事包发现了很多避孕套 所以就认定他爸有歪欲 还有男主角他妈跑到了男主角就读的那所学校食堂上班 搞得男主角很没面子 接着就是发现自己还小的妹妹正在谈恋爱 他不同意结果男主角他妹就和他闹翻了 然后有一天男主角得知 婷婷和高富帅分手便跑来找婷婷 希望可以把握这次机会和婷婷告白 刚好遇到死缠烂打的高富帅在骚扰婷婷 于是男主角想要来个英雄救美就一拳打向高富帅的脸上 可是没想到婷婷袒护了高富帅 随后既然出现了另一名飞宅 婷婷就是因为这个飞宅才和高富帅分手的 所以说嘛 好的男人是很难找到女朋友的 除非你是高富帅 其实只要你有富就可以了哦 男主角彻底绝望了 也放弃了这段感情 后来在一个机缘巧合下 男主角告诉男主角他爸他知道他有外遇 男主角他爸知道他误会了便开始解释 然后误会就解开了 然后男主角他妈也用打工得到的钱 买了一部录影机给男主角 男主角就这样被他妈给收卖了 也和解了 而男主角也和妹妹小孩子的吵闹也结束 和解了 最后女主客也搬走了 男主角只能依依不舍的看着女主客离开 看着男主角的表情 我想他应该是想着当时为何没有上了胎呀 女主客都趴在他身上了 男主角的手也摸到了胸部 怎么可以就这样推开呢 看完这个故事得到的结论是 正值青春期的男孩是很需要被关爱的 就好像拥有无意金虫的呆呆一样也需要关爱呀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